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都在前几期谈到了 但是这个离好了家政以后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开始就拿更多的生意 让我们就是以后的 我们的生意可以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业务可以发展 不仅仅是过难关 大家中文说危机危机 有危机有机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除了搞好内政以外 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也争取更多的资源 或者开发更多的业务渠道 来丰富我们以后的业务的方向 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因为大家可能以前都会有在想 是啊跟做政府的那个合同 应该就是很大的公司吧 一定有很多难度吧 我们从何开始呢 那这些呢 我们今天都可以从一个 比较简单的角度 先去给大家一个介绍 一个概念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 PACE或者是还有其他很多像我们一样的非牟利机构 这会帮助你 免费帮助你去得这些资格 然后以后怎么样做好 怎么样做好采购的合同 怎么样去申请需要的一些 像保险叫BON 怎么样整个过程去怎么做呢 都是有很多这样的技术采购 应该说采购技术支援中心 像PACE一样 我们机构一样的中心去帮助大家 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大家都讲中文 所以的话帮我们比较方便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服务你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投标的过程中呢 难免一定不会有庄宇的合同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找到一个可信任的机构 帮着你手牵手的取得资格 最后取得这个合同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就希望今天这个讲座 我可以跟大家建立起一个信任 以后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 帮助你一直走下去 直到你的生意更加的成功 那么PACE呢 不是直接会帮你 不是直接帮你写投标书 我们是等于是一个支援中心 我们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教你怎么做 最后的努力还是要靠大家做的 但是我们就希望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 在你身边扶持你一直往前走 那么我们先大概 我下面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样叫做小企业的认证呢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美国的各级的政府 从联邦到州 他们都有不同的规定 就是说要扶持小企业 让这个竞争的环境要公平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大的动力 就是小企业 美国是一个充满着冒险精神 充满着方式新事物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动力 其实离不开就是小型企业 像当年亚马逊 Amazon它就是在招库里 起家的 那就是最低一步 它就是一个小企业 那像Facebook也是就是在 宿舍里自己搞出来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小企业 那小企业就会成长起来 变成大企业 所以整个这个认证的目的呢 就是政府是希望 可以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让小企业也可以参与到 种种不同的竞争面去 同时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使得更加可以 政府的不同的供应商呢 可能就可以更加多元化 比如是说 本地的小型企业啦 还有本地的业务啊 还有说我们叫的女企业家 所拥有的企业啦 还有是例如是小数民族 在美国的小数民族 我们大义也是成为一个 也是minority 也是算是minority 这样的拥有的企业 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军人 退伍军人拥有的企业 还有就是现在的LGBT 就是不同性取向的人的拥有的企业 那这些呢 提供不同类型的企业的认证呢 就使得这个 公益商就非常的多元化 这是不同各级政府 从联邦到州到县 都和谐到市 他们的采购的时候呢 都是希望可以照顾到的 那在这个 我们也刚刚谈到 他们会照顾到的 不仅仅是说是个异项 而且是他们是有个规定 比如是说现在那个规定的话 有一般是他们整个政府采购的计划的里面 来个25%里面是或者3到25里面是必须是给小型企业 那么大家会问什么是小型企业呢 我们这个可以啊 待会儿再去谈一下 那政府的政府这个是要求是要必须属于不同的承包商 而且本地的承包商的供应商是应该是优先的 比如是说CDFLA 它有不同的需要去不同的服务 那么如果你的机构是在CDFLA 在洛杉矶市里面你去投标的话呢 你会得到优先权 他们有一个评分标准 你会得到优先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各个城市都希望统一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如果它采用本地的供应商的话呢 它的税务方面就业方面都会对这个城市有帮助 所以的话呢 很多时候本地的供应商是有优先权的 而且另外一个是说 在作为一个小型企业 你在投标的时候 同等的投标的价格的状况下 你得到的评分是会高一点的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是说这个市政 他希望有一个工程需要交出来 需要供应商来 承包商来处理这个工程 那么如果比如有一个大企业 他出的价 他的投标价是10万块 你的投标价也是10万块 那么在他的那个committee 在他那个评选委员会评分的时候呢 他打给你这个企业的分 是会高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10万块的投标价 它是可以当成是8万5来算 就等于你出的投标价是比别人要低 所以你得到的分数是高一点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到最后合同给你的时候呢 他还是按这个10万块来算的 只不过说 因为你是小型企业 你在被选的过程中呢 你就得到了一点优势 这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具体的细节 但是我们给您介绍一下 就是说作为小型企业 如果您有取得这些认证的时候呢 你去争取同样价格的一个项目的话 你是会有优势的 那么我们大概的可以给您一个 大概的介绍 就是说小型企业 我们刚刚讲到 是一般一个政府机构是有 大概是要把23%的业务 去留出来的 那小型企业包括什么样的类型呢 就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企业家拥有的 或者是在一些叫 small disadvantage business 就是在小型的独立企业 这个中文翻译有点绕口 其实就是说 你是属于 我们可以具体后面讲 到底什么样之属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资格认证 还有一些 比如是说你的企业 是在那些没有充分开发的地区 用中国大陆一个可能大陆来的观众的话 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 就是说就是等于扶贫地区 如果你的企业是在扶贫地区注册的 那么你在你就 你去投高的时候 你就拿着这个资格证 叫head zone small business certification的话呢 你虽然不是 你虽然不是女企业家 你也不是退役军人的企业家 但是你是拿着这个的 从扶贫地区注册的 地址的公司呢 你就会有这个资格认证 你也可以取得 从其他人一样的 特殊的一个待遇 特殊的一个待遇 所以我们 加州呢 是州政府 我们刚刚讲到是 除了州政府以外 那么加州也有很大的 这种联邦的 Celtrand Federal Projects 这是很多交通的项目 那么这个交通的项目里面呢 也是分出来 大概有20几的 是给不同类型的 小型企业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看到很多数字 其实我们的目标 就是说想告诉大家 你看从州政府 还有联邦政府 我们看看有没有联邦政府的话呢 从各个不同政府的部门 都有很多的项目 是流出来给小型企业的 然后如果你是有这个资格认证的话呢 你可以和州的大概200多家的企业 机构企业开展业务 包括了大学 还有Highway 还有DMV 甚至我们都非常有时候抱怨的DMV 你都可以跟他们 做就是提供服务的 成为他们的供应商的 所以这个的市场范围 是非常的大 那除了市场范围 这是州的以外 还有就是在下一个分州以下的 像或者是跟州平衡的 这些utility 这些基本建设的这些 基本设施的这些的公司 像我们都很熟悉的 Socca Edison电力公司 煤气公司 还有一些私营企业 像ATM Verizon 所以现在的话 除了这些州联邦 市政公用企业以外 在很多私营企业里面 像有规定说 年总收入超过2500万的 公用事业公司 他们可以自愿参加 那种叫供应商多元化服务 去提供给女企业家 退伍军人和少数民族的 这些拥有的公司 所以的话呢 除了政府以外 很多大型的企业 这些私营企业 也会提供一部分的quoter 一部分的叫做 quoter叫做份额 是留给小企业的 再举个例子 像我们这个只是说 LA的这个加州的学院 他们就留出来了 95亿美元的建设方案 来更新其中的9个学院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欢迎大家去投标的 这些都是在南加州的地区 还有的话像 康体县的level 也有 在县的这一层面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份额 是留给小型企业的 在县市 一直到各个层次 我们都看到有不同的份额 是留出来给不同的业务的 所以我们这个 给这么多数字给大家看 就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然后未来几年 我们只会 你看每年加州政府公布的预算案 和洛杉矶市公布的预算案 每年的那个预算都在增长 那么都在增长的同时 这个百分比是固定的 那就是说 这个派这个顶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可以参与的机会 和可以得到的合同的 可能的金额 是只会越来越大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必须走出第一步 那这个第一步 是怎么样开始走出呢 我们下面就可以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您可以看到 在这一页上 有很多种资格认证 这些资格认证呢 是 刚刚我们简单有提到一下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说是女企业家 我们这是非常关心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退伍军人 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认证 你是可以去看看 你属于哪一个 那么我们PACE呢 就可以帮助你 根据你的情况去 帮你去申请这些认证 因为不同的认证 是会对在不同的层次的 政府申请项目 或者私人企业申请项目的时候呢 是需要用到这个认证的 那么这个认证呢 在不同的 有一些是可以 可以用在不同的机构上 有一些是特殊的 机构要要求你用 有一个特殊的认证 但你不用担心 我们PACE就会帮你 就是来走过这个过程 找到最适合你 跟你一起学习 来帮你去搞到相关的认证 因为他们的认证有志 也经常在改变 政府也在调整他们的政策 那么我们就会 但是我们会跟你一起 来涉及 叫我们来 跟跟你一起导航 和走过这个艰难的过程 大家一般的理解就是 大型商业像建造商 那这是当然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 给那些市区学院里面的 很多的高高的工程 很多的都会是 在建筑业的 还有就是IT行业的 那这些是很 这些是很常规的 大家理解上都会比较明白的 那如果你问 我在那些行业 那我还有机会吗 比如是说 我是做食品的 或者是说我是做清洁的 那么有吗 那那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其中这个 虽然你不是 不是建筑的承包商 但是你是有一个 很有油漆工程 你是做油漆的 你是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团队 能够非常有效的做 来做帮刷漆 那么这个你也是有可能 去参加这个 再举些例子 这些都是我们直接在联邦 或者是在州的网站上 找出来的一些例子 那这个可能写的 这里可能字比较小 但是其中一个 你看这里 这一个叫 Pest Control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 白蚁 或者叫做 我们中文简称 叫白蚁公司 其实就是说 Pest Control 就是防虫 防各种各样的 叫什么Pest Control 叫做防虫公司 就去喷药啊 保养啊这些 你看这里的话呢 就是Hiveway Patrol 就是在 还在这里就 招标 就是Pest Control 但是这个是在一个 地址在南加某一个 山的山顶 但是这个具体地址 你就要看进去 但是说 我们的就是 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 Pest Control的 有可能拿到 很好的投标 另外一个 这个就更特殊 这个叫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 Maintenance 我也知道 像我们在华人地区 很多时候 比如你买卖餐厅啊 或者是买卖 一些物业的时候 你也会提中一步 就是要找那个 来做那 消防酸的公司 来给你认证 看看你的 那个合不合 标准 那么这里的话 那有一些 专业的公司 就是做 消防酸 或者是 还有那个 可移动的 这种消防 喷零 砂防 喷头的 这个设备 那这里也在招标 就是说 来帮你去检测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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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里面的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 的 但是这些是 例子 可能你是有个 很小型的 Solting Company 原来只是做 一些 企业买卖啊 物业买卖的 消防酸的一个检测 但是原来 你是可以去 向政府投标的 所以只要是 第一步的话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 觉得 这是一步 你可以走出的 第一步来 尝试去做 这个市政的 供应商 那么你最重要 第一步 就是要 取得这些认证 取得这些认证以后呢 你就可以不断地 关注每一个 县政府 市政府 还有州政府的 一些公布 他们经常是这样 公布出来 要有什么供应商 是有什么合同 他们是在 在招标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旦准备好了 刚一看到有好的 关于你的 这个企业的 这个招标 你就可以马上去投标 所以这些呢 像下一个 一个就是说 你是做保险的 他们 这个就是 LA 在招 这是一个投标 是希望大家 也去投标的 就是关于一个 term life 是一个保险的 他们也会 你也可以 如果你是做一个 insurance broker 你也可以参与 这个投标 所以这些都是例子 就是政府的招标 是各行各业 非常的 没有说 不是说 只要你是大型的项目 你才能够参与 这些投标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昨天看到的例子 你可以去投标 去维护市政的 water fountain 就是市政的这些 喷泉 你可以如果你有的技术 或者你有的这个know how 你就可以去投标 去做的 帮他做这个市政的 维护市政 所有的这些water fountain 他们的水池 你就可以去投标 做这个 那一般市政的话 或者是政府的话 他的投标项目 给了你 不会是说一次性的 应该一个 一般都是有阶段性的 几个月 半年 还是 还是两年 这一般就 一般我们的经验 实在很少会超过两年 一年 他都是跟着财政年度走的 但是他不会是一次性的 你不会说 哎呀我这么辛苦 去把这个投标拿到了 然后两次以后 又不用我做了 那我费这么大劲 去搞这些事情 效益不是特别大 但不是这样子的 一般政府的这些 招标的项目 它是会 这个合同是有一定期限的 一定会令你觉得 相对来说 走过第一次以后 你应该觉得是物有所值 会给你的这个 生意一个比较稳定的 一个的收益 我们这里就把整个 Andrew的帮我们总结了一个很详细的过程 当你的业务是已经是 做到以下的这些的话呢 你就是ready了 你就可以参与投标了 但是不用担心 在我们再次说 我们会去帮你 在很多的过程上 这怎么取得认证 怎么投标的过程上 我们是可以帮助你的 但是你自己的个人的 企业内部的文件 那些就一定要准备好 一定要那些都比较 都有到位 那我们也是可以 就是跟您讲 你要有什么样的文件 你要什么样的声明 怎么样才做得到 才符合 我们会帮助你 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是可以帮助你的 那Andrew可能以后我们也会 跟依再叫我们强调是说 你要知道你是否符合政府的 接到哪一个的招标 招标它是根据这个 你的业务的这个注册的 那个号码 行业的注册号码 这一部注册的号码 非常的重要 因为所有招标 是根据这个来给的 那如果你不明白 怎么样去 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 哪一个扣呢 哪一个号呢 那这些Pace和我们的团队 就会帮助你的 所以我们这个采购 怎么样成为政府的供应商呢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刚开始的起步 你可能觉得很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团队 会帮助你 当你走过了第一步 取得了这个资格以后 下一年再一次 投了第一个项目 投第二个项目 那些流程的话 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有信心 也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外面不同的 像Pace一样的 非盈利机构 是会帮助你走出这一步的 那现在在疫情 都不知道会有多久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取得政府 成为政府供应商的 一个资格的话 那一有机会 有投标 是刚好是符合你生意 这个方向的话呢 你就可以立即去进行投标 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证 你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知道你自己是符合 也有竞争力的 你如果没有前面 把那些该做的认证 准备好的话呢 那你也没办法去投标 所以就会错失 所以正好现在有些企业 或者是很多的企业 整体业务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刚好是有时间 可以存出来的话呢 最好就是利用这个时间 开始去取得认证 然后把这些叫IDOL 把这些现在相对来说 空余下来的时间 充分利用起来 来取得这个资格认证 然后去找到下一个 更好的目标的生意 生意的下一个里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整个的流程 那到底如何注册 如何投标 如何购买政府供应商 必须有的保险等等的话呢 这些呢就是需要我们很多 一对一的一个 counseling或者一对一的介绍 才能够具体知道 哪一些你还是需要先准备好 才能够开始申请资格证 还是说你其他东西都很到位了 就差钱账票去申请 那这些呢就希望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给你一个帮助 让我们PACE是一个非牟利机构 我们在帮助你的过程 这些呢全部都是免费的 没有任何隐藏的费用 一般认证的时间呢 要看哪一个机构 政府机构 有些政府机构 好像metro呢 他们的认证过程呢 就比较复杂一点 时间也需要长一点 但是有些呢 政府部门或是private company 他们的认证的过程 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 政府部门都接受 互相接受大家的认证 所以也不是说 每一个政府机构 都有他们自己的认证 所以过程多久 要看 要看哪一个机构 哪一个认证的过程 费用一般都没有费用 这认证的过程 最主要还是资料 就是documentation 那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认证过程是蛮复杂的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只是很 很 high level 一个简介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NASIS Code 如果你选对 因为那个NASIS Code 就是好像 Jennifer刚才讲到 你什么时候会知道 有一些项目 是适合你的公司的呢 所以那些 当你有你的NASIS Code 他们就 根据你的NASIS Code 把那些RFP 就是Request for Proposal 发给那些 已经被认证 而且他们的NASIS Code 是适合 这一个项目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发给你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不需要去找 其实那些项目 是来找你的 因为你合格 来找你 然后叫你去投标 所以我们的专家说 如果申请认证的时候呢 必须要是公民或是居民 但是那个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公司的 因为因为你会认识 因为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 因为你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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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货品 或是服务 或是服务 OK 所以 Andrew 有强调了一下说 一间公司 不单单只是 你有了认证 认证以后 你要必须可以 deliver你的 service 就是你的 服务 你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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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位 对 对于公司 最少有多少员工的限制 会有安全 是 there a limit of how many employees or is also a limit of the revenue right well there's a thing in the SBA it's called a size standard and for generally for certification purposes only they have a limit on how many employees and how big revenues annually the company has but if you have 500 or less employees and you make under 36 million dollars a year that won't be a problem for you to get certifications but in regards to bids Andrew 说是一般 公司的员工 500个人以下 都是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 这是根据 SBA 小型企业机构 联邦小型企业机构 的规例 就是说 员工不超过500人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的收入 不超过 36 million 3600万以下 3600万 所以 所以 there's no minimum but there's maximum 这个是 当他们去拿 certification的时候 这个是当他们去拿 would mean that you don't have any business and you probably won't have get a contract unless you can demonstrate you can do business you are probably is an expert in certain area used to be working for somebody but now you establish your business so you are in terms of your business life of your business you just establish but your background or your experience you carry a lot of weight is that what you say yes so there's four main areas that you would get a contract that they really look for one is methodology on what kind of unique current skills are you bringing to the to the table to perform so either you have a really high quality product or you have a special current methodology to how to perform so 第二步,他就要看管理的人员,最重要他是要看直接从事这个服务的这个人,这个最重要的中心人物,他的中心人物,他的中心人物。 他的业务水平和他的经验。 The third is, have you done this kind of, it's called past performance, have you done this type of work before?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even for new businesses, if you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and you did this kind of work, you can, you bring that experience into your company now. So that means you have done that work before. And the last thing is the bid budget. So generally it goes to the lowest bid wins, however, not all the time. So if you're very close and you bring a better quality of service or product, and you're just, you're, you have a competitive bid, you have a chance to get the contract. 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价格,但不一定是说最低的投标者,最低价格的投标者就会中标,他们同时也会考虑你这个服务的那个质量和你的经验。 所以综合是一个综合考虑,当然是政府的目标是或者是任何投标上最好的价格,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价格是重要方面,但是其他方面也会一同考虑进去的。 Yes, s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set aside. So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ose goals, once you get that certification, a procurement officer can just merely give the contract to you. Now the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county and city and state, they don't really operate by set asides, however, once you've gotten in and you operate as a contractor, some of the smaller contract amounts generally under 75,000 or less, they may be able just to give it to you without going to bid.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f you have a contract is you'll be able to perform on time, on budget, and providing a superior service, and those procurement officers or project managers that see you do that, they will help you get contracts. 所以更重要的, Andrew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tips,很好的一个秘诀, 就是说只要你中了标以后,你能够准时交货,交那个好的质量, 就是提供好质量的服务的话,那那些procurement,那些采购经理的话呢, 他们就记得你,然后他们很愿意的在下一次的项目就把项目给你, 因为他知道你能够deliver,你能够提供好的服务,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 是的,所以你应该要有更多的一项,你应该要有5到10, 所以你会找到你的项目,你会找到你的项目, 然后如果你的下一个第二个 他们看到你有符合的 他同样会把这些投标书 或者邀请投标的 它里面有很多名词叫RFP 这些叫邀请投标的信会发通知 会给你的 So what's real important with next codes is let's say you get three, four, five in the core competencies that your company does but then we want to look to expand so if we were to expand the business what other types of next codes would we want to red flag because an opportunity can come by that you can handle now and if you didn't have the next code you wouldn't get to see the opportunity and we'll help you do that we'll help you come up with the strategy 所以Andrew就会我们帮助你整个在考虑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协助 让你考虑这个策略 就扩展的策略 应该往往哪一个方向 可以得到最好的效益 如果新成立的公司刚才Andrew也有说了 有四个不同的requirements 那个机会你可以拿到投标 就是你提供你的服务的方式 你的methodology 另外就是你的management team 还有主要就是那个要主管 这个项目的那个人的有没有那个经验 他的经验是怎样 接下来当然是说到他们的价格 所以一个新成立的公司 刚才我有讲过 如果虽然他是新成立 但是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以前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0年的 有20年的经验 现在他自己出来 自己做 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 然后自己做投标 所以可能这一位先生 他已经在 这个不同的那个政府部门 已经认识了很多人 大家都已经认识他了 只是他这个公司成立的 时间刚刚开始 但是他的背景 他有很多很多年的经验 OK 所以那个是 所以新成立公司是有可能得到 可以竞争投标的 认证的过程中只是 那某一个公司你去认证 那一个部门 不是说公开给全部人 但是投标以后 哪一家公司得到这个投标呢 是会公开的 而且多少钱也会公开的 所以这样到其他的那公司 得不到投标 他们知道 哦原来他们投标是这个 这个价格 是哪一家公司得到投标 他们得不到投标的也可以多多学习 不是种族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华裔的公司 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组织是希望 提供我们 帮助我们的华裔的大众 来在这一方面 得到比较多的投标 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些小型企业 他们对语言上有问题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助 就是说其他 其他在这个投标方面 比较有成功力 成功力比较高的 一般都是professional 在我们的华裔方面 就是很多都是professional 但是我们是觉得 那些小型企业 不是professional的 也是有机会的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从来可能大家 从来没有想过说 那个就清洗 清洗方程 知道的那个 这是他们有招标 那这个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投标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 肯定政府制造最有效 清洁的最好 然后又及时 价格又好的 这样的公司 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技能 当然有技能 但是是不是一个很 structured science 不是那个火箭技术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像我自己亲身就是知道的 像一些企业 比如是说那个radion 一个很大的 aerospace company 一个航空公司 在elstantle的 那他们也是需要符合这个要求 明年要画出一部分的预算 来提小型企业 那他们把什么画出来 他们想了半天 他们不知 因为这个航天企业的 有一些合同里面 非常的 细节非常的多 而且设计面很广 但是他们又要符合这个合同 告诉你怎么办 他们就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 他们就把他们那个给员工的一个 剪头发的shop 就是barbush 就是流出来这个 就给 就拿出来这个项目 那么你要做小型企业的 你就可以去申请 我来投标 我给每个人可能你的员工剪头发 5块钱一个人 8块钱一个人 他收这样子的话 那他也成功投下来 那那个机构在那已经赢了20年了 还在 那这个他也满足了 非常需要给小型企业的这个预算 那但是你说有 这是很高 高端技术吗 不是 但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想过 原来我是一个做barbush 我也可以去投标 这是一个 一个例子 去年我们公司给一家小型企业贷款 因为他的服务 他的投标就是 帮家洛杉矶市洗那些垃圾车 洛杉矶市有多少部垃圾车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服务就是洗垃圾车 像刚刚提供一个例子 说是8月份 他在那个投标在招这个fresh fruit 在招投标是新鲜的produce 新鲜的食物的供应 那这个如果你是做超市的 或者是其他的供应商 那可能你从来没想到过 这一个那也是可以去申请的 联邦政府有他的网站 可以看得到 州政府市政府都有 打个比方 这个是LA City的 这是LA市的 这个链接 LABAVM.org 你上去的话 就是for big opportunity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网站 然后这是County 又是另外一个网站 他们就是非常公开的网站 你可以上去看得到 然后这是州的 C-A-L-E procure.ca.gov 你就可以看到 他到底有什么在 在招标的 都是可以看得到 你也可以去看看 他的行业 是现在的 已经 现在是posted就open的 还有是已经是成功了 the clause 它都有变出来 the acts have been delayed until it is safe to perform So Andrew是说 因为这个非常时期 而且在那个合同里面 一般都有一个 clause 就是说如果有 特殊的情况下 在合同里面 一般都有这一个 条例 可能叫不可 判例的条例 所以 所以是 虽然你不能 完成你的合约 你的deliver 你的contract 但是 你是不需要 承担 因为 在这个情况 世界上 Andrew说 很多项目 都在延迟了 都已经延迟了